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打起来非常带感 实用性也非常高的轻弩属性弹配装 由于在武器选择和技能搭配方面 属性轻弩值得玩的东西太多了 一期影片的篇幅属实是有点不太够 这波主要分享的是属性弹速射的思路 武器与配装也是附回心的玩法 这种玩法的体感就是单发暴力 子弹赋予 打起来爽感十足 下一期影片会跟大家分享非速射的思路 体感则会偏向于卸弹快 换弹次数少 打起来行云流水的感觉 如果你有为缺素材缺护石而烦恼 那么属性弹速射会成为你刷刷刷的好帮手 倒不是说效率一定最高 而是相比之前介绍过的彻甲斩裂 不需要频繁调和 甚至不需要切换弹种 打起来轻松舒适很多 算是一个非常有趣 也相对安逸的刷怪方案吧 影片后半段也会附上完整的金狮子狩猎过程 以便大家直观感受属性但速射的效率与伤害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拜托点赞订阅 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 对魔物的热爱是我频道的原动力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干动力 同时也很开心 崛起这么快就卖到500万份 真心希望魔物越来越好 也期待在魔物的未来和你们一起收获更多欢乐与羁绊吧 OK 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第一套配装 对于轻弩属性弹而言 武器选择是整套配装的核心也是出发点 这边我选用了雪鬼兽轻弩来打冰结弹速射 速射的特性是一弹多发 卸弹速度可能不会有单发来得快 但短时间内造成的hit数比较多 而且一发顶三发用嘛 所以还能省子弹 况且只要属性选对 打点OK 属性弹的单发伤害还是很高的 所以整体来看啊 速射是个既高商又不用太担心续航的优质选择 而这把雪鬼轻弩啊 冰结弹不仅可以速射 还走射走装 弹容量四发对于速射也足够优秀了 两级装填扩充还可以达到五发 只是有15%复会心会让人迟疑一下 毕竟以往的属性弹都是堆高会心率打暴击 尤其是世界冰原啊 弱特超会加属会的组合更是屡见不鲜 而目前崛起的状况不太相同 可能是因为还在版本初期吧 我们能选择的增伤技能还比较有限 需要经常做取舍 比如属性弹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属性 还有物理的部分 是物理加属性的总和 而物理部分在现在有个相当给力的选择 就是高等级的攻击技能 这个技能从4级开始就有倍率加成 对于像雪鬼轻弩这样基础面板就很高的武器来说 增益尤为明显 所以这套配装 我就从提升攻击与循环伤害的角度来出发 用水翼两件套配了弹药节约 然后用海径S腿和一颗装填珠 出到level2的装填扩充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换弹的次数 提升整体的循环伤害 手甲选择火龙手 算上二级动相当于一个攻击三 蛮恶妖更是梦幻单品 两级攻击加上一个二级动两个一级动 由于属性轻弩的一级动还是有点缺的 所以这个蛮恶妖相当舒适 护石的话我找了一颗带回避距离的 要求不高 大家可以自行调整搭配 孔位我也空了一个 如果护石状况类似 可以多插一颗点射珠 把偏移修成无 在打金狮子这类体积又小又好动的怪石 尤其好用 一般情况下偏移小也问题不大了 然后就是推荐大家在玩轻弩的时候 至少带一级回聚 躲招和调整站位会方便很多 说是变相增伤都不为过 剩下的孔位需要插两颗装填珠 第三颗无法继续加快冰解弹的换弹速度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边看到我的装填速度是缓慢 主要是因为我选择了属性装填这个交换剂 会牺牲一些换弹速度 但能提升属性弹的威力 至于收益的话 我用相同的配装 分别使用普通装填和属性装填来兑现金狮子 结果是属性装填有明显优势 平均会快半分钟以上 也许是得益于走装嘛 使得较慢的换弹速度也能有不小的容错率 如果是罚战换弹配属性装填的话 请君三思 所以就今天推荐武器而言 我强烈建议使用新技能属性装填 也是一个能充分体现轻弩属性弹魅力的技能吧 回到配装 兵杰珠插满自然也不用多说 剩下还有赋予的孔位的话 就尽量撑攻击吧 弩枪克制由于反动默认就是小了 所以无脑装加长枪管就好 其实刚才的配装还能再优化 思路基本是一致的 不过对护石就小有要求了 我的护石是这样的 三级冰墙加一级回炬 外加一个一级洞 这样就能在必要技能齐全的情况下 实现冰墙5加攻击7了 相较上一个普通护石的版本会更加暴力 建议多用优弦和轮回来炼金 能达到类似效果的护石我已经有不少了 应该不算太难出 武器百龙强化的话选择悔恨一击 也就是很多老玩家口中的李会心了 效果是在副会心发动时 有一定概率增加伤害 不过很多人可能是带入了以前世代的感受 多多少少把这个技能给神化了 其实收益也没有多吓人 毕竟触发复会心时有伤害惩罚 其中偶尔发动的几次悔恨一击 是否能抵消掉这个惩罚 我们都得先打个问号 为了验证悔恨一击的收益 我把自己扒光了 用血鬼弩来测试打装 一组是维持了15%的复会心 另一组是不带任何增伤技能 单纯填平复会心 完全不触发悔恨一击 结果是悔恨一击的整体伤害 还不如零会心 虽然是比较接近了 但还是略输一筹 但是你能说这个技能没用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毕竟用了三级看破 来填平复会心 而悔恨一击只用了一个百龙槽 二来是对于这类复会心武器而言 通常会以牺牲会心率 来换取超高的面板 触发复会心时的伤害惩罚 就是这超高面板的代价 而现在一个悔恨一击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填平这个伤害惩罚 让我们在享受高输出的同时 没有了后顾之忧 虽说副会心与悔恨一击的触发都比较看脸 伤害会不太稳定 但对于一个百龙技能的性价比来说 这点劣势就只能算吹毛求疵了 在悔恨一击与攻击期的加持下 这把弩的伤害已经非常可观了 而且由于不需要堆会心 我们才能轻松的配出结弹加扩容 进一步提升循环伤害与舒适度 总的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套配装的优势 我还配了堆会心的版本 结果就是纯堆会心加三级组绘 不仅牺牲掉了截弹 伤害还没有提升 整体的循环伤害反而是下降了的 所以那个装备组合我直接覆盖掉了 而这一套攻武加55%弱点会心率的版本 相对好一些 但也是舍弃了截弹 并且实际狩猎中 打点肯定没有打木桩那么理想 所以我介绍的配装思路 在这把弩上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讲的有点多了 也是希望大家对弩枪的技能选择 有个更细致的理解 我背后做的测试远比今天讲的要多 配装也是一个不断优化 不断进步的过程 如果你有不同见解或更好的思路 也请留言跟我分享 我们一起讨论一起进步 这样猎人大家庭的氛围才会更好 同样的思路还能适用于金狮擎弩 主打的是电击弹俗射 弩枪克制也同样是加长枪管 加悔恨一击 这套唯一不同的是 需要配到满级的装填速度 这样的话属性装填也能达到最快 这就相当恐怖了 刚才的血鬼轻弩在速度缓慢的情况下 已经能随便砍猴了 这把直接来个速度最快 其他的像走射走装啊 弹容五发还都是一样的 看来这电击弹速射是要大杀四方了呀 可惜的是 金狮轻弩的面板稍微低了点 加上弱雷怪的素材评价值 普遍不如金狮 所以实际体验下来 还是血鬼弩用的多一些 不过打弱雷怪的时候 拿着把弩出来突突突 还是又帅气又舒适的 实战环节用的是 血鬼轻弩的高级护士版本 回旋移动的buff增伤 还是非常明显的 建议大家在实战中多穿插使用 属性装填的话 如果对魔物还不太熟悉 是可以舍弃 换回普通装填的 走装会更快 容错率也更高 那么下面就是实战环节了 希望兄弟们看得开心 狩猎愉快 ivos 时宝 明明 时宝 情况 上 目前 享 有 請注意 危ない 他是法師 跟他要求, 他要求那些人 所以是想造成的 他是想像的 有些人像是要求的 不是說有些人, 要求那些人 他要求送給! 不然還在這裡 危險 不然 啊啊啊, figured我, wouldn't do that 理月的 raise, 它起 Critker 快給There 好 完略了 第六グラム 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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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